护心五毛钱特效不够,搞笑来凑 说的是什么故事,还是有点迷的 预告中,男主最后一次杀了女主,不会是认真的吧 真相爱相杀,可不是好玩的 剧透瓜先吃为尽 护心说的是男主玲珑贴药被初婚老婆 也就是女反孽心孽身,又被女主 及二婚老婆解救于水火的故事 最后真杀了女主,是不可能低 虽然雁回的确有被捅到,都失去表情管理了 但是血槽没空,没法苟待 再说,偏要捅雁回,本来也没杀心呀 拿回自己的东西就完事了 方式简单粗暴,没和雁回做好沟通 追击火葬场什么的,谁做出来的幺蛾子,谁受着 什么你常邀我拯救,你白发我泪目,统统忽略不济 上途才是雁回和天药最后的,以及真正的结局 虽然只有背影,但是保真就是他俩 天药开局和女反成亲,婚礼是中事,飘的是雪花 二婚直接整西式了,飘的是花瓣 谁是真爱不言而喻 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男主和女反相杀,和女主相爱的故事 有那么一阵子,男主天药被女反伤到,表示不会再爱 原台词是我此生不会再爱上任何人 对比最后的结局,也不算是打脸吧 女主宴回情况特殊,本来是个普通人类 后来为了男主,变成了妖,基本上已经脱离人这个范畴 天药遭到女反一万点暴击,最终打败女反 和宴回在一起了,算是捕获了妖怪老婆一枚 在这部剧的设定中,什么龙,狐狸,不管有来历的,还是没来历的 都被归纳到妖怪一类 凡是修仙者,无论是什么门派,都被称作悬门中人 天药和宴回的故事告诉我们,妖怪就是要和妖怪在一起 妖怪的真爱也是妖怪,好像没毛病 如果没有人反对的话,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就是,护心,不仅有男主捅女主,也有女主捅男主戏份 前期以男主念女主为主,后期以女主反念男主为爽点 念来念去的尽头,是一场赤巨资打造的婚礼 当然,所谓的赤巨资是对比出来的 在全巨幅画道都堪称朴素的情况下,最后的婚礼也算是奢华吧 是不是真高端大气上档次,也就不评价了 知道男女主在一起,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就可以了 原著小说设定虽有不同,但女主最后也不是男主杀死的 最终的决战,为了增加男主胜算,女主给了男主内担,又用最后的力量守护了旁人 男主干价干到一半,感受不到女主气息,最后头发都白了 还好,尾声过了十五年,女主带着记忆重生 长大,背着小包袱去找了男主,和男主夫妻双双把家还 翻爱篇,见到了老友,去完了旧情 这俩火速举行了婚礼,中式的,有红盖头的那种 洞房花烛夜互相表白,以及开撩,都是标准流程了